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文科生 就是要解開李科生對種人鬥的偏見 其實種人鬥是一種以毒攻毒的方法 種牛鬥我就知道 種人鬥又怎辦 其實是這樣的 相傳大概在公元三世紀左右 天花就隨著被俘虜的外族傳到中國 所以它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老倉 天花傳到中國之後 其實疫情就很嚴重 所以大家就去研究想想 怎樣才可以打贏它 根據古代醫書記載 大概在宋朝左右 就已經出現這種種人鬥的技術 不過當時這一條是一條先方 什麼先方 先方的意思是道士和先人才吃的秘方 而先人和道士怎麼會想到這麼噁心的方法 其實你都沒聽 你怎麼知道它噁心呢 先聽下去吧 其實種人鬥主要可以分成四種 分別是豆衣法 豆漿法 還有海苗法 還有水苗法 咦 豆漿 莫非今天有豆漿 呃 不是這些豆漿 我經常顧著吃 其實就是這樣的 豆衣法很簡單 就是將一些輕微的天花 或者有穿衣服 給那個想要去種疫苗的人穿 因為它會受感染 就會產生抵抗力 而豆漿法 就是用棉花 蘸一些新鮮的豆漿 實煎的豆漿 即磨豆漿啊 不是啊 是即擠的豆漿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病人身上的龍泡 龍液 就叫做豆漿 用棉花點一點 然後就塞進鼻子裡 那裡 就為了豆漿法 就是呢 無論豆衣還是豆漿 好像都很噁心 直接拿別人的龍 那些東西 來放在健康的人身上 嗯 那 其實呢 後來 也有一些新的方法 因為它會改良的嘛 改良了之後 他們就不再用一些 這麼新鮮的材料了 改良用豆漿 什麼是豆漿呢 豆漿就是 那些 患者身上的龍泡 結痂之後脫落那些 那把它磨成粉末 然後怎樣呢 把一支管 吹進鼻子裡 那些 就為了汗苗法 汗苗 是 如果呢 把那些粉 混合一些水 又或者混合一些奶 攪拌均勻 然後呢 用棉花 點一點 包住它 然後呢 塞進鼻子裡 六個時辰 就為了汗水苗法 還要六個小時 六個時辰 即是十二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沒錯 那其實這兩種方法呢 都 是有減低到這個病毒的活性的 所以其實很科學的 我覺得 好像無論乾脆啊 還是硬塞 好像都很噁心 這樣啊 到底是一個很噁心 別人才會接受這些東西啊 是 我真的接受不同 我問科生 是一個看盡 中西幾千年歷史文化的人 怎麼會被這麼少的東西嚇到呢 好像你這樣嗎 其實啊 眾人鬥這個方法呢 連外國人都走來學的 在大概清朝的時候 那些俄羅斯人呢 就特意走來我們中國 去學這個眾人鬥的技術 然後這個技術就傳到土耳其啦 那當時呢 土耳其有一位很前衛的英國女詩人 就叫做 Lady Mary Worthley Montague 那她呢 就將這種方法 帶回到英國 於是乎呢 眾人鬥就在全世界 拋頭露面 不是不是不是 是這個發揚光大聲音 你的股方啊 就當然不及牛鬥厲害 所以最後牛鬥 才可以成為世界上 第一劑的正式疫苗嘛 上次你不是帶了我去 聖立非醫院的 就是蒲國領事館那裡呢 我記得你說過 第一劑的牛鬥疫苗 就是由澳門的這個地方 傳入中國的 那所以牛鬥這兩個第一 都有一個有澳門份 我覺得真的超級厲害 有聽書 我也不否認牛鬥是很厲害的 但你也不可以看少 眾人鬥這個技術 因為眾人鬥傳到歐洲之後 就發展成一個很龐大 又賺錢 還救了很多人的事業 而且技術也越來越進步 初初這個技術傳到歐洲的時候 它的死亡率大概有4-5%左右 後來其實只有0.015% 所以其實是很進步的 不過當然了 整個世界這麼大 就不是到處的技術都這麼好的 所以眾人鬥始終 都是令人有點恐懼的 那麼噁心就當然恐懼了 不如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擺在你面前 中人鬥、中牛鬥 你會怎樣選擇呢? 我當然是種牛鬥 不用說的 但是當時的人就不是這樣想的 但我們先說一說牛鬥 其實一般人認識的 關於牛鬥的故事 就是一個英國的醫生 叫Edward Jayner 他發現那些欠牛奶的女工 幾乎不會感染天花 所以他就想到用牛鬥 來發明這個天花疫苗 其實故事當然就不是那麼簡單 Jayner其實是一個種人鬥的醫生 正常人種了人鬥之後 就會產生一些免疫反應 但他就發現那些曾經感染過牛鬥的 渣牛奶奶公是不會有反應的 所以他才可以想到 原來牛鬥有機會可以用來做天花疫苗 於是他就在一個八歲的小朋友身上 做了這個實驗 結果就成功製造了這個天花疫苗 很多人都可能會像你這樣想 就覺得疫苗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很棒 然後就爭取他快點接種 然後就造福人類 但其實不是的 當時很多人都反對 為甚麼 明明中牛鬥是效果好些又安全些 其實你也想不到 原來我們人類第一劑疫苗正式問世的同時 反疫苗的想法也一起誕生 當時這個醫學界 宗教界是超多人反對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把動物身上的東西 放在我們的人身上 是很不安全很危險和違反信仰的 再說有一幫人是靠著種人鬥賺錢的 他們就更加反對了 當時在民間也有一些都市傳說 就是說如果你種了牛鬥的話 你就會生一對牛角出來 又或者你可能會有一個牛鼻子 甚至乎你生的小朋友 會是牛頭人身的 所以在19世紀初的種鬥所 就擺在你面前 種人鬥、種牛鬥 你自己選吧 幸好他們最後都是選了種牛鬥 還有淘汰了人鬥 否則天花也沒那麼容易被我們打贏 也是的 你也說得對 不過我只知道後來全人類通力合作 就靠著大家都種牛鬥打贏了天花 但一個問題我想問很久了 我們這麼多種傳染病裡面 為何只有天花可以打贏呢 因為我們人類很幸運 遇到豬一般的對手 豬一般的對手? 但天花殺了很多人 為何它是豬對手呢 因為天花的真面目 就是靜斗病毒屬裡面的天花病毒 靜斗病毒有多正豆呢 它最正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很強的病 它來得快 去得都很快 所以只要我們好好地控制受感染的人群 做好隔離就沒問題了 還有它是一種DNA病毒 DNA病毒最出名的就是它 拿近中指做人的原則 一成都不變的 所以幾千年來在世界各地爆發了這麼多次 其實它一直都沒有變種 始終只有一個血清型 所以只要我們找到一種有效的疫苗 來對付它 我們一劑注射就終生免疫了 你說是不是正? 對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天花被我們搞定了 但自然又沒有了 還有問題? 喔 難道是跟它儲存有關? 啊 男人果然對軍事有關 沒錯 就是怕有人用它來做生物武器 所以有些國家是會儲備一些天花的疫苗 以備不時之需的 如果想要用天花 其實我們全世界只有兩個地方 是可以存有天花的疫苗 上一集講過的俄羅斯的菲塔研究所 和美國的疾控中心可以儲存 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 都不能儲存到天花病毒的完整DNA 這是世衛規定的標準 就算你真的想用DIDID來做研究的用途 都要向世衛申請 原來是這樣 那你所謂的DID 其實是怎樣才是DID DID就是要用 減機隊來計算 如果超過500個減機隊的DNA序列 那就要申請 就算你申請了 能夠用的話 都有一套很嚴格的規管 就是在實驗室裡面 不能有同一個Family的病毒 在裡面 因為怕它們會關閉了 原來是這樣 原來要有這麼多的規限 還要這麼嚴康 我們才可以打贏它 幸好全世界大家都很合作 所以才可以打贏天花 如果不是我想 我們現在都可能還要繼續中牛鬥 好了 今天關於這個跨世紀幾千年的生化抗爭 就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對天花有多一點的認識 不過 文科生 你知不知道 其實天花這個 人類唯一戰勝的傳染病 這個外號 快沒有了 不是吧 快沒有 難道它要捲土重來 你不用這麼緊張 是我們人類快會有 其他的傳染病會戰勝 到時天花就不是只有一個 咦 那是一個好消息 到底是什麼病 就快讓我們打贏呢 我遲些告訴你 你不是說些不說些 學你 又是時候跟大家說拜拜 說拜拜 說拜拜 拜拜